可以 可以 是 是 好了 阿尼就休息一會 大家千萬不要覺得 因為剛才不知道答誰的答案 令阿尼忽然消失 也希望聽眾 如果有什麼意見 是關於某某的 就不要隨便打出來 因為 話說小弟 平時也很吸引火力 大家這幾年都累了 所以麻煩大家 不要把這些事情放在出門裏 就是這樣 今節主題是講朗尼 如果我們開過 一個篇幅去講 奧斯爾 當然要講朗尼 當然要講朗尼 但是我今節的處理 我不想講在萬元朗尼 我是想講 在英格蘭的朗尼 為什麼呢 因為朗尼剛剛宣佈 他是全職教打比棍 我想最近大家有留意 他執教打比棍 雖然有失分 但是 叫做球隊的精神面貌好了 還有 Athlantic 有一篇文章 是講朗尼怎樣打比棍 他就是做這三樣東西 一 不要打高股那些很複雜的 迫搶 大家專心做很低位防守 自一試 第二就是 側重用兩邊的出球 編文好像還有提到現在 知不知道現在打比棍的體育總監是誰 不知道 麥卡倫 哈哈哈哈 麥卡倫 很老 真是寶寶中的王者 永遠都有 攻落袋 第三就是 他去練球隊的進攻死球 所以 班波的氣息是好 但是不知道 可不可以延續到 季尾 朗尼也是說35 原來 35 其實還能踢 都能踢到的 是 都能踢到的 有篇文說 朗尼這批黃金一代教球的啟蒙 其實都是Diathletic說的 那 朗尼也迎接新生 所以我們又說一下他 舊時是怎樣 有些年輕球迷可能 沒有見過他踢球 沒有見過朗尼踢球 是不是 或者可能看朗尼踢球 都是比較後期的 我們節目又開始 有些年輕聽眾 我們當然要介紹一下朗尼 是在做一物 是不是 朗尼呢 我印象最深就是 2002 2003年球季 他扣死斯文那一腳 我怕是在眼龍的時候 你還沒開始看 我在看巴塞 是在看巴塞 是 愛華頓的朗尼 我講得明白 我今天講的朗尼是愛華頓的朗尼 英格蘭的朗尼 但是我不會講萬聯的朗尼 如果不是我禮拜四沒有話 不是我這球有印象 是嗎有印象 都看到嘩聲 是一部小坦克 因為我知道很多聽眾 說到朗尼也會想起萬事打比 那一腳倒掛 但是我對朗尼的良好印象 仍然停留在他加盟萬聯的第一季 或者是在愛華頓那時候 扣死斯文那一腳 加歷茶回憶朗尼的時候 都是想起他在利史第一次遇到朗尼 那時候朗尼十五歲 大家商會的地方在哪裡 在night club 十五歲 十五歲已經會去night club 不是 利史的傳統 就是沒有東西還會落night club 這是屬於那個年代球員的價值觀 雖然朗尼比較小 但是朗尼也很早熟 難怪後期玩 這樣吧 有聽眾說06年之前的朗尼很厲害 但我覺得 也不僅是06年 2010年之前的朗尼 我仍視她是一個 最高級的前鋒 最高級的前鋒 加歷茶她的那個 叫向朗尼致敬 的那篇文 在Telegram那裡寫的 她就說 朗尼她其實算是這樣 她跟很多我們曾經以後望的金銅一樣 永遠都滿足不了大家這麼多的期望 但是她在曼聯當了這麼多聯賽冠軍 又捧過歐聯 她是世界盃和金球獎沒有人捧過 那OK啦 算是這樣 我覺得朗尼是 我怎麼評價她呢 朗尼多少歲的朗尼 就是奧拉頓年代 奧拉頓年代和英格蘭 其實我集中想說國家隊的朗尼多些 現在英格蘭有很多新星 包括Greenwood 包括Folden不同位置 即是那類的 其實給我感覺 那一陣英格蘭出來的新孩子 那個持續性和刺激的程度 是真的多於現在這一陣的年輕人 所以你說現在那些人 英格蘭的年輕人是否強了呢 其實我覺得那一陣奧拉頓出來也很厲害 朗尼出來也很厲害 朗尼出來也很厲害 朗尼奧運 那一陣也很厲害 李奧菲迪南 謝拉特 林帕特 尤其是謝拉特 朗尼你說03年 03年朗尼跟姐姐上課 大家專注在那些東西 但是他老實說出來真的很忌驚四座 而且他不像Greenwood那樣半季課仔 他是一直保持上去 因為上去到曼聯 你知道我第一個感覺是他可以嗎 因為那時候曼聯 那些人很厲害 而且他花很多錢買朗尼 我忘記了什麼時候 三千萬萬磅 因為那時候跟紐卡蘇爭爭 那時候紐卡蘇還是預訂一顆神價 2004年的時候 你紐卡蘇那時候 還說是花得錢的大球會 而且聯賽排得比較淺 所以說回那時候 有人說回那一陣 那些年輕人 你說Joe Cole Ashley Cole 碧霞不是那組 他只是想排出陣容 但是 但是 再加上朗尼奧運 但是他一陣容 應該是2006年世界盃的正選陣容 即是接近2006年世界盃的正選陣容 是的 排面上 2006年那個 有人說 1966年之後最強 但是 我們聽過很多次 1966年之後最強 但是 我自己真實過 1966年最強的英格蘭 應該是1996年 歐洲加杯那隊 是 其實差一點點進到決賽 是 但是 公歸季 但是 朗尼那時候給我感覺 依然是 你比起今世代的金童來講 我依然覺得是一個很高級的年輕球員 他 首先 我剛才用一個詞語的形容 小坦克 小坦克 即是 無論是 對抗 對抗 又或者是 現在有些人 就說 盧卡古很難有力量 跑起來很大 但是 如果你說到 身體的 敏捷 朗尼是很難有天分 再加上 朗尼 他是踢街球出身 是 我們以前 講上一代球員的 那些訓練 跟你現在這一批 在青春學堂裡面 訓練的那些球員比 朗尼是有那種踢街球的智慧 你可以說 朗尼跟一些足球史上 不是英格蘭的頂尖的中空球員比 好像在意識和技術上 都好像欠一些東西 究竟欠一些什麼 待會都可以討論一下 但是他是不是英格蘭國家隊 歷史第一射手 是 真的 你始終數據 你壓不了人 你覺得朗尼始終是有那種上一代 在街球出身的人的小聰明和智慧 所以你會再加上的就是 很重要 他的身體的天分很強 衝刺力高之餘 那時候他還沒算很肥 你看岳華那時候 撞 撞 很撞 也很撞撞 再加上你看 譬如 我記得他來曼聯的時候 第一場 他就踢歐聯 對手就是 是不是比翠大師 霍南巴士 那場對霍南巴士 無論是罰球 無論是軟射 無論是他自己帶一段 推一段 去衝撞對手 這些後防 簡直是 無懈看 那一陣子 還有人拿施朗跟他比較 那便覺得 不可以施朗太花巧 施朗會玩球 因為也是2004年的施朗 19、20歲的思朗 但我那時候也不是這樣看的 我覺得不要一棍勾死思朗 因為他太花巧 覺得他比不上朗尼 雖然朗尼的感覺也會覺得他是很利落很爽 但是朗尼他在做的角色 我會怎樣定義他呢 都是一類所謂 Second Striker 他不是要在前面做一個支點 除了他那一刻的衝擊力很強 還有射門的力量很高之外 他有一兩下的記迫是可以的 所以他反而是符合英格蘭傳統定義的 Second Striker 但是又因為當時思朗是打四中場打右翼 但是一條鞭他全踢了 我想看思朗和朗尼比 先說一下朗尼 不太說曼聯的Club career 但是鬥志方面兩個都是一流的 即是那個爭勝心 這一代都是沒有的 還有我剛才不是說 這些球員經常拿著那個球 揭穿回後 以前朗尼的那些球員不是的 是有神殺神 我真是腰衝的 怎麼會交後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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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的 這些球員很多 你一回後 那些球員就無法調整 你的心態上 即是思朗那時候就糟了 你可以說他獨食 你說朗尼也是 你可以說他倒下頭衝 但是 我剛才也說了 我寧願現在多些人這樣試 好過就是交來交去 對 雖然大家都知道我對一線英的立場 但是我今天也知道我對朗尼的立場 是 因為我幾年前 我在這裡開檔做節目的時候 我應該是少數的萬迷 第一個在說 其實朗尼快點走 快點走 那時候三張 你開節目的時候 一來二來朗尼 那時候這個尷尬 的情況是有少許類似 現在沙拿在利物浦 當然也不會有很多人叫沙拿主用走 不是的 開始有 是傻的 開始有 沙拿踢幾場黑球 我現在在群組罵到狗屎臨球 大陸 我高估了利迷的耐性 對 利迷哪有耐性 對 對 對 利迷哪有耐性 利迷哪有耐性 有耐性 這些是有耐性的 但回到朗尼 我要幫朗尼說一句好說話 他在國家隊是有好過的 是2004年的歐洲國家本 就是可以了 那一屆我最記得有幾個年輕人 我都是未夠二十歲的 無緣無故入了育家隊 英格蘭就是朗尼最多人關注 也有入過關鍵球 德國就是普道司機和小豬 是 那時候 這幾個我想都是 大家會談論得最多的年輕球員 朗尼更加是 那一屆之後就過了曼聯 更加是 很備受關注 朗尼其實我想他的光輝時期 其實去到 2012年打 2010年 2010年是分水嶺 2012年 一來 2010年 他和曼聯有個逐約風波 那時候 弄得費格蘇又 既招流淚 但你沒有幾可見過 剛才阿龍跟你說過 費格蘇沒有幾可 是會這樣遷走球員 以前走 朗尼是因為世界盃前夕的 果斷的傷患 所以令到他有很大的限制 在世界盃決賽州時 真的 有人說他就是 那段時間開始報匪 也是的 他生活 老實說 特地不檢點 那時候 他其實是 但你要這樣想 如果拿回朗尼以前那一輩的英雄球員 生活習慣去比較 他們會覺得 我踢完球 我去食物記 樂園是人權 你不可以剝奪我 離開訓練場外的自由 因為他本身起的時候就是這樣 所以他沒有跟斯朗有這麼大的差別 但你問我 這是老一輩的英格蘭的球員 那個想法 是一個很根深的價值觀 當然 有聽眾提到 朗尼 其實適應很多不同的體系 萬聯的那個部分 我會在Stri-Fi裡面說很多很多 我反而覺得朗尼有一個問題 大家聽說11年歐聯決賽 輸給巴賽 就開始跌了 我發現朗尼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反而不是這件事 是英超開始歐六霸 當時英超很多時候都打雙箭頭 如果你印象深刻的 可能是朗肥 加盟的時候 打雲佬 雙箭頭 最能夠用到他的功能 之後呢 其實要留意一下 之後 摩尼奴來到 很多球隊 都不是打4-4-2 4-3-3 或者雲佳 後期的也是 都開始抄摩魯 摩魯其實帶了一個風氣 就是單箭頭打中場要一定的折擊力 未必一定打4-4-2 我們打4-3-3 或者4-2-3-1 或者4-3-3 那樣 朗尼那時候 在費格遜那時候都開始調整 未必一定要打4-4-2 4-3-3-3 4-3-3 因為4-3-3 他就有一個 有搭過迪維斯和佩比托夫 印象最深 我可以跟你說 哪一層 是我對朗尼覺得最好的 但其實朗尼那時候 那時候開始適應 如果我沒有了2-3-2的位置 在4-3-3的系統上 我應該打哪個位置 我不是應該打中鋒 應該打逆鋒 應該打中場 應該打中場 其實幾個位置我都見過他打過 但是好像找不到一個 一轉了陣子 就開始找不到他最佳的位置 而且我覺得 有一個人的出現 是跟他撞得很厲害 他只是迪維斯 迪維斯也是 撞得很厲害 但是如果你說 那時候他們三個 斯朗迪維斯和朗尼最強 但都是撞的 為什麼 因為 你覺得迪維斯最強 對 迪維斯肯硬還是最強 低能 肯硬還是最強 那時候看到 嘩 厲害 又可以這麼厲害 當然你說這三個人 他們同時落場 你只要把球 加給他們三個人 輪著去 當然爆發出來的 威力很強 是吧 所以 夏學 Federy所說 迪維斯教斯 狼打反擊很瘋狂 最後一次紋聯 就是這個組合 現在問題來了 就是 他們三個人 只要拔走一個思量 那 迪維斯和朗尼 都會有所謂共存的問題 還有 08、09年 佩比托夫加進 但佩比托夫的角色 他已經擁有前鋒位置 他是很要求權的 但是你再加多一個朗尼 我覺得都算是這樣 但是你再放一個迪維斯 那怎麼辦 真的不下 你一定是收起一個 最後 就是迪維斯走 是的 但 這個就是球會的部分 然後 去到迪維斯和斯朗 都走完之後 然後 貝比托夫加朗尼 朗尼 就開始 有真正的意義轉型 他的定位是怎樣 因為那時候已經打4-3-3 但是我知道他搭斯朗和迪維斯 其實三個沒有固定的位置 衝上去 但自從迪維斯和斯朗走了之後 然後朗尼就會開始多了 成為一個所謂的第二次戰隊的位置 都是回到去 還有會多了參與一些調度 有時候可能是用他的長傳 那個長傳 還有他加上貝比托夫 但你問我的話 是的 他是拉過去左邊 即是吃他切煙的那一刻 還有斯朗就成為前面收割最強的點 但是朗尼呢 他的技術特點就是 他去到0910那些位置開始 其實他的爆發力也不可能保持到 好像04年那時候那麼瘋 又或者你看回04年歐國盃的時候 他搭了朗尼 朗尼搭了奧運 他的跑動是極度驚人的 但你有沒有可能要求他 用這個賣點去維持這麼長時間呢 我想是很難的 這樣也有求是原德的 這樣問你 但是你要把朗尼的飲食習慣 把他的體能狀態等 那些東西的 但是朗尼 朗尼看到現在 還在踢藍美自由杯 他還很厲害的 但是朗尼是怎樣 就是只要有人可以在前面那邊哨 那他就一腳這樣 就是好像 朗尼蓋 對 就是這樣 扔過去 你明白我的意思 他挺厲害的 你這樣扔車身 跳上去半空 扔網頂的 那些 說是印象深刻的 是啊 那時候開始定格 還有英雅國家隊 也想找一個這樣的角色 就是他想有一個九號半 英格蘭是很有趣的 他的傳統是沒有一個所謂十號位的 就是多數看他的發展 就是第二次打擊 是可以有輸送的角色 但是他又不算是一個嚴格的十號 就是舒靈銹 又或者是Bobby Charlton 或者比士尼 對 這一類 所以 加力查他給朗尼的另一個評價 就是我覺得他很像King Kenny 不是 King Kenny 不是 Tetelgraf這樣說 我也是酷的 是不是 當然可能那些利迷聽到這裡 覺得很像是侮辱 但是 加力查這樣說 我就這樣聽 就是這樣 朗尼的社術 加力查說他像King Kenny 是啊 太像King Kenny 就是大衛威拉提發像我一樣 King Kenny有小很多 有小很多 你說比士尼也有小很多 但朗尼他試過去做第二次打擊 然後再過幾年之後 他又試過拍不同的前鋒拍檔 拍過小豆 拍過雲佩絲 也是擔當了這個維持 其實他就是收割點 然後再加上最後一腳 他後期是 他後期是 是沒有 不好玩 差那麼遠 一會兒告訴你 為什麼差那麼遠 他後期沒有爆發力 我覺得他的 radar已經不用了 轉型 對 轉型 我覺得他算是轉得不錯 算是 你說這句話是要有些前設 我一會兒又告訴你 前設在哪裏 他跑動量 又不是說少的 譬如好像 如果你是漫迷 你會想著1516年 捉了一杯對水晶弓 朗尼看得拼了老命 還要最後那球入球 他是有份爆落底的 1516 1516 是幾年前 所以你說朗尼 那些所謂的轉型是怎樣呢 廢格遜試過擺他打中場 想著他可以用他轉邊的優勢 那是踢下去很厲害 因為轉了4-3-3 那時候轉了 去到後期 都不是三中場 試過 4-3-3轉了 對 三中場 但是他設定了八號派派 對 十時間結束了 但好像那場 對手歐聯 是對著格拉茨 奧地利 都踢得很厲害 然後 證明朗尼是不適合打這個位置 因為 為什麼朗尼不適合打這個位置呢 第一 你預期朗尼打個類似 像史高斯那樣的位置 甚至乎 你FF他打個類似 像派路那樣的位置 你想想 朗尼他踢得最好的足球 多數都是在所謂的一腳球 就是要跑起來的一腳球 那些動態的球 你叫他靜下來去踢的時間 這裡又論到你剛才第一節講的問題 就是他的視野或者決定 甚至乎對整個比賽的理解格局觀 這方面他很薄弱 有些人說 朗尼的視野多好 他視野好是他去 去衛那一刻 key pass 給前面那一刻 譬如大家印象深 有一腳去衛給雲佩斯 一三一四那個位置 其實那一場呢 印象我都深的 那一腳 我印象很深的 但 不是一四一一四 一二一三才對 一二一三 大家可以拆回精華片 但是問題是 你做派路角色 你不可能只有轉邊 你的視野不可能只是出現在你轉邊那一刻 有時候你中場的短拳 所謂的tempo control 你是怎樣去指揮隊友 你會看到端藝 他不適合踢這個位置 還有就是 譬如你怎樣理解現在Kindersen Tech 利物浦的位置 他是要拉到兩個中堅 中間那個位置 他是要有防守的位置和意識 是 朗尼怎麼會有呢 不要玩 對 那個球放去哪裏 什麼時候放 他是很有拼勁的 他下腳那一刻 市公司下腳那一刻都很有拼勁的 時間都錯了 很容易拿牌 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你叫我 說朗尼 他適合打這些位置 他是不適合打的 因為你作為一個八號球員 你對周邊的理解 你怎樣用全球來控制他的節奏 他沒有這一點 好了 他試過去到萬聯後期 或者試過有一個國家隊後期 他不是打第二次攻擊 他轉到去邊 他挖去邊那邊踢 挖去右邊那邊踢 但他挖去右邊那邊踢 大家就會有個疑問在這裏 他挖去右邊踢有什麼功用呢 你叫他落底他又不是 他打CUTIN他又不是 他打去那邊做什麼 其實 做TA的轉邊 但TA又沒理由只能轉邊 所以他試過打右邊 他打奧運仔 04-04的時間 打雙箭頭是可以的 他可以的 但是我們如果說到他後期 他踢這些位置 他挖去哪些位置 我就開始想到一個人 就是湯馬士梅蘭 因為湯馬士梅蘭 他表面上 你看他也是踢右邊 但事實上他的角色和公共是什麼呢 就是一方面 他的無球跑 和入舌很厲害 再之後在這個位置上面 他有時候會 不只是出現在右邊 他有時候會放前鋒那一格 甚至會變成弱線 可能對於湯馬士梅蘭這一類 你說在技術上 他沒有一些很突出的項目 他沒有的 但他的戰術的意識 和對比賽的理解 和執行非常之強 湯馬士梅蘭技術 他有些東西都很厲害 但我覺得是 湯馬士梅蘭 他那個湯馬士梅蘭 會比朗尼更強的 就是那個 你覺得是Killer instinct 和他交球 其實都挺有創造力的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去發展湯馬士梅蘭 這個球員 我覺得其實他的意識 是很超前很進步的 但你說可能 他腳下的那方面 就不是很亮麗的 是 腳下不亮麗 朗尼其實 這個個案是有點像的 力量強很多 朗尼 是的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的爆發力那一刻很突出 但都是吃身體的 但如果你說 所謂的技術 他又不算特別精細 甚至乎有時候是有點粗糙 你看到他有時候 朗尼可以跳來幾馬 然後 你去到後期 你叫朗尼打右邊的位置 他似乎是變成一個 類似 右邊 你可以接應到隊友的點 但有時候可以進去中間 比一兩腳 但朗尼 不行 我覺得不行的地方 在於 他在成長的黃金期 在0607打後的位置 他不像湯馬士梅拿 去經歷一些戰術環境豐富的球隊 去練習他的事 其實很有趣 我自己反而覺得同期 有個球員的個案 也有少少像朗尼 這個球員 其實就是 2006年曬尼 跟朗尼搶過 這個最佳年輕球員 就是葡萄司機 葡萄司機 又是這樣的 又是你覺得有一兩樣東西 比較煞食 有些力量 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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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算強的 但是一轉了一陣 定位一不清晰 好像變成三不像 而那個分水嶺 我覺得也是 我覺得他可能會比朗尼少少 但是又是在那個 戰術轉型的風氣之間 變成了一個犧牲品 因為他就沒有了那個 環境的訓練 我覺得 你叫葡萄司機 他擺起今天的環境 去訓練的話 還不定再用他的天分 他是OK的 如果你叫朗尼 他的那個 訓練的環境 他不是擺起上一個 二十年 他是擺起今時今日 可能他是OK的 但是他是擺起那個時候的英格蘭 那就是差一點 我覺得他應該是在 07-08的時間 他反而不是在萬聯 而是在其他的球會 又或者是他 說07-08是贏亂的 是啊 但是 有時候沒得了 沒得了 雖然我是經常批評後期的朗尼 我覺得 你真是 說真的 開始越來越獨立 雖然你看他的佛球 比波 有時候看到一些很好的東西 但是你整場球可能就是那兩腳 OK 但是大部分時間的輸出 就算你有跑動 我看到你朗尼不是沒有跑 但是很多跑動都是一些沒有意義的跑動 但是 你開馬仙梅娜就不一樣 你只看他的off the ball movement 你看看他跟這隊友的配合 你看看他的one touch 全部都是 依然是一線 如果一直保持4-4-2的陣式 會不會下來了 會發展比較順滑一點 就是不用轉位轉得這麼頻 不會 有些人都在說轉得太多位 中場又試過左右兩翼 但問題是現代足球 他應該要能夠適應到不同的戰術體系 如果他以為是上級 就是那個class就是 但是 他似乎 如果你看回頭 他都厲害 但未必是那個class 所以這個又牽扯另一個問題 就是英格蘭的球員 他們離開了自己演繹的那個位置 就做不回自己 是過了水 但你說他們是不是很有天分 他們是有的 有些天分 謝拉特怎麼會沒有天分 謝拉特可能有天分 但是你叫謝拉特去做沙比阿蘭素的事 不要玩我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或者你叫朗尼去打沙比阿蘭素的位 有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 你以為他們有一兩腳球 踢到 你覺得理論上他應該適應這個位置 但他沒有那個超脫了位置的意識 他們沒有 這個就是英格蘭球員那一代的局限 不然謝拉特都 最後拿羅喳士拿第二個季 他也是打的六號位 都是類似沙比阿蘭素的 效果如何 大家評論 我覺得也算是這樣的 而且前置就是以謝拉特自己的那個聲音 是的 但你看他那時候打英雅國家隊 打回這個 一四年 很恐怖 不行 英格蘭的環境 真的不行 如果去到朗尼 在你所說的樽頸期 費格訊都有嘗試過 但不成功 唉 不成功 一年呢 一零年 一零年 一零年出現過一次 是 一三年出現過一次 記不記得 那時候一二一三年 對皇馬的第一回合 是沒有出朗來的 但你沒有想過 你對皇馬可以不出朗來 那時候已經開始有很多新聞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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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作為一個教頭 你收一個球員不用 是為了戰術需要 好等正常 你所說的 今天收起普班不用 但朗尼呢 對於那時候的人 那個心裡面的地位 很根深體 他哪有可能不打正選 那個朗尼來的 是吧 即是家傳之寶 你沒有辦法去禁止他 突然一收起 說不讓他正選 再加上那時候 那時候開始問到 會不會有機會 是 廢格遜對朗尼有些想法 再加上 在輸的那邊皇馬 那時候 季尾又退休 那時候 球都開始震浪期之後 就開始想 會不會有機會 都真的想賣掉朗尼呢 但已經賣不走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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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有什麼球 有時候是萬成最有興趣 2013年 萬成車路士都有 萬成車路士都有興趣 對 但最後沒有了 出了毀逼黑 那時候 對 但會不會有用 會不會有用 真的 對 對 對 而2013年為什麼第一次想下輸他呢 合約的問題 合約的問題 但因為我知道廢格遜就很不喜歡他的經理人 就說 都是叫作曲法 對 說他的經理人是球壇三大獨瘤之一 死肥佬是一個 死肥佬 死肥佬他不喜歡 對 因為朗尼有經理人 應該文迪斯應該是 但他不會公開尿文迪斯 對 不會 幫他帶來一個試量 已經 對 對 所以 我想我最後評價朗尼的話 我的結論就是 他真是果水英格蘭的寫照 甚至是這二十年英格蘭國家隊的寫照 也不能說是二十年 總之是二零一百年世界杯之前的英格蘭的寫照 就是你看他的圖文貌似是不錯的 但是他適應在現代的戰術環境裡面的局限很大 對 都是真的 所以當然他有他的歷史地位在那裡 他作為一個入球數字 勁給Bobby Charlton的Ghost Scorer 他也享有大家的尊重 是吧 但是那一代的人 連理家都過關 是啊 是那一代的人只能做那一代的事情 那他的時代局限在那裡 是啊 所以 那些老一輩的聽眾 就是看見老一輩的聽眾 看見我經常罵朗尼 但是我覺得我對朗尼的評價 我覺得 我對他仍然在心裡 我是有一些正面的東西在裡面 他在打比棍打過 之後離開了萬聯 再之前去過英 不是 埃華頓 就是去了美積 然後再去打比棍 然後現在就做了 好像那幾年據聞都不是很亮麗的 沒有啊 去美積都是一半 好像是 不是打得特別 萬聯一群團圓都麻麻的 傑斯好一點點 誰知道好一點點啊 Steven Wong 傑斯的時候入中路 是很厲害的 怎麼會好一點點 你先看一看 傑斯入中路 是很厲害的 你看到1314對奧倫比亞高斯 那場才跟我說話 真是很厲害的 真的 我上次覺得傑斯 根本他的天分 不是打邊線 根本是入中路 太後了 那個轉型時間太晚了 真的 這個我想大概是 啊是啊 美積那一刻就是半場 四個洞 那一腳好像又是 萬聯對韋斯行那一腳 不是啊 那一腳 真的 那一腳 只有那一腳 但是我記得他好像沒有數據 因為沒有跟美積 我記得又不是很亮麗 然後回來打比棍 甚至他之後去 愛華頓也有一點點 打了幾場好球 我記得 不是打得特別好 愛華頓也算是這樣的 算是這樣的 即是你現在的老將 他又沒有他的爆發力 你算是這樣的 他也交到課 但現在他在打比棍 之前就是球員兼助教 現在就直接 變成教頭 主帥嗎 是啊 正教頭 現在坐正了 Diathritic 有一篇文 我稍後發給你們 說他怎樣打比棍的防守 轉打低位 又練習一些進攻死球 是不是 即是 都叫做 教回對球的氣場 他有一招 回追 橙球 再大腳長傳 都叫絕殺 那招挺厲害的 那招 可以的 都可以了 一七一八 我印象中 他去了愛華頓 有好球的 但不是很多場 我選來看 可能三場一場 不能打得正常 但是你說是否很銷 講不得上 是銷 愛華頓對西閒半場 凹死連 他回到愛華頓的意義 就是有點像 叫巴爾回來 踢一下 對 有沒有周到豐朗尼的執教 那個水平是怎樣 或者他的執教理念是怎樣 總之就是 整隊的氣場是好過高谷的時候 好多 好過高谷 好過高谷 因為第一高谷又要 高谷要球員去看這些複雜的壓迫體系 不能打算 反而打低位 反而扳球好 因為高谷我記得他 你有沒有印象高谷試過在五六球季 對馬體會戴PSV 那場可以的 對馬體會那場戴得很好 差點打倒PSV 那時候 但不知道為什麼高谷之後 就越來越霉 尤其是他去到肚超 那些很霉 好像是霉 對 所以我覺得 會不會有一天看到肥仔回到萬聯教 我真的不是這樣想 但 可能是你教得很厲害 但 什麼 約了 立刻突然回來就好教 然後回到萬聯教 不停的 看什麼時候 那我還是不想帶你回來 哈哈哈哈 這樣吧 對 那是為什麼我覺得 雖然我以前 我對朗尼的評價其實都很偏向負面 但我覺得朗尼他的生涯很長 他陪了我們18年 我見證著他 我見證著他 十五六歲 我見證著他十五六歲 一個小坦克 然後 然後 他出道很高度評價 因為那時候 很厲害 那時候不像現在上網那麼多資訊 那時候 看電視 那時候 看看 敢不敢買雜誌 那些 F442 那時候我還在英國 那時候看廣告他 哇 大哥 真是很誇張 就是說 全球No.1 未來新星 是頭一名 Mersi Sai說他是全城最厲害的那個 全城 全地球 全地球 你知道嗎 之前那期 No.1 是Darren Fletcher 第一 第二是盜查奧司機 Darren Fletcher 第三是斯朗 我那時候記得 Darren Fletcher 那個是斯朗 那時候好像是 我記得 盜查奧司機也猜過了 盜查奧司機 然後盜查奧司機也會都是 還要看看 整個名 Burns 100個的 未來年輕球員 排名第一 是 100個 別人 當時我也記得 我很記得 非常高評價 你看報紙 愛華頓 我也看了盜查奧對愛華頓 他嚇死了斯文 很厲害 你這個英俊逝 visuals 斯文在2002年經歷完 被細哨凶死 還有被朗尼射死 我覺得這兩腳射得太厲害了 還有比我選擇《忌驚四座》的程度 我不要說是Greenwood 我記得Rashford在《1516球櫃》出道 那時是18歲 都很鎮定的 但是這幾年有少少停滯 或者也不止少少 好像都想不到那個級別 但是你覺得朗尼在年輕時加盟和曼聯時 讓你看到的天分是高於Rashford 高於現在英格蘭所有的新人 就算大家以前第一陣看的事情 我不斷罵朗尼好奇也好 但朗尼年輕時依然很刺激 拋離現在英格蘭所有的新人 不過我有問題就是朗尼在當時的環境 是可以用到自己最擅長的東西 譬如前衝 絕對是 但是如果朗尼是今時今日做新人 我覺得很辛苦 他也照前衝的 但你就不會是《忌驚四座》 不一定的 如果你是 你經常被教練批射 被教練批射你 但我又不是這樣看的 因為他成長和崛起的環境 是教練對於他的戰術的理解 體能訓練 運動科技沒有這麼應承 不可以看到他成長的仔細的地方 是在一個很粗的環境之下 但他對現出來的東西已經是這麼多 如果我覺得他回到一個比較現代 又或者是英格蘭 雖然我經常恥少一線英 但如果是講戰術的積電 一定比十幾年前更好 如果在這些環境裡的鏈朗 我覺得是好很多 我覺得是好很多 他會是強化 他會是有爆發力的簡 看波台最初出名就是萬迷主持雕亮尼 利迷主持雕姐 我們開台時是這樣的 但是經過了這五年之後 我現在都跟朗尼和解了 但是打比棍現在 朗尼也算是很嚴重的 因為打比棍現在是英冠 排名二十九分 其實只有威琴和朗尼 朗尼還領先 朗尼不同分 但是打小兩場 還有一個 其實石洲三都二十一分 這些球隊QPR佬 陸地藍森林 都互級的 QPR吃屎 順便一提 但他沒有壓力 現在接這個燙守山戶 二十三分已經降班區 如果他降班又與他無關 但他真心想朗尼是能夠打比棍的 三十五歲教球 其實是不是真的 這個年紀教球好像年輕了一點 他帶士氣球是可以的 朗尼跟醫室 去鼓勵隊友 刺激隊友 都是很好的 但我想 對 可能他以前的球員經歷 你說他以前不跟的領隊 肺架上當然是很厲害 但不會是用來練他的 技術意識 我覺得 就算能夠打比棍 是否代表他執教的能力是很厲害 那就真的要放尋雙眼看 我現在看打比棍的陣容 原來有些球員我都認識 當然 裏面有些人可能很失病 你記不記得有一個波蘭韋拉 我記得 比力 一米九比力 阿仙奴 阿仙奴球員 原來他的評論是 Who's score入面 7.41分是平均最高 還有Tom Lawrence 大家可以看上去李斯特成 或者有看曼聯的清聖 肥狼比麥巴比好 我覺得麥巴比更好 會比麥巴比更細膩 肥狼比麥巴比還好 比麥巴比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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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都很高 這樣 還有幾個 你說Tom Lawrence是個國人 還有卡森里察士 我記得這個名字 這些名字很高層 卡森里察士 還在34歲 卡森里察士 我記得他有英雅人國籍 但選擇打土耳其 還有踢過暴力盤 還有Jordan Ipe 然後還有什麼 Buckinan 是的 Lee Buckinan 我記得Curtis Davis 這些名字都很熟悉 大家留意一下英冠的護符形勢 但是他應該怎樣都 我不覺得他會被人解僱 他現在在這個位置 排位以有光環的再加碼 他沒理由被人解僱 你也記得Wisdom 卡森里察士 我記得這個球員 這麼久還在打這個球員 是不是很令人懷念 黑道士東 我都不明白 佐敦艾比 不是 佐敦艾比 還在踢嗎 重踢他很年輕 對不起 他踢到一場後備 我沒有踢他 大家聽說我那時候是踢他 但我現在是不踢他 因為我覺得是要用一個 更加宏觀的角度去看這個球員 大哥 畢竟是英格蘭足球成長 成就的代表人物之一 對嗎 Phil 你說要去碧咸做Head Coach 對 Inter Miami 美職嗎 是不是美職的 還是第一級 美職 真的美職 我看到碧咸叫了Romeo去試腳 是啊 不是把我慢的不適合 Romeo也是我慢 不是吧 我意思是我提議他接收連加特 雖然連加特 去沙福聯也可以 Inter Miami 麻煩你捱夠七場 捱多過七場 對嗎 就是這樣 但是你不一樣 麥巴比真的爆到高速和世界杯冠軍 21歲 我覺得不同的地方是 麥巴比的長途爆發力 比朗尼厲害 朗尼是 如果你說是 以他身體的對抗 你稍為限制他爆發的距離 這方面他會好過麥巴比一點 是 有不一樣的 我覺得 是 又不是10年 朗尼第一次扭計 其實那時候是想去王爬那些球隊 萬成 萬成 之後就是 13年那次就是車路士萬成 車路士 都是萬成 主要都是車路士 都是車路士 但是最後大家都沒有 我懷疑 有什麼年來都是 爹地那時候都是想搞家晚才講 13年 都是這樣 但是也OK 我覺得朗尼的評價 大概到這裡 我覺得也不太差 但是如果大家 這也是一個很 Glorious的職業 來的 就是朗尼怎麼看 長途爆發力的話 又麥巴比就優勝些 但是如果你 麥巴比太厲害了吧 真的太厲害了吧 是長途 90分鐘還在爆發那些 例如你中圈的位置 推到final fair那些 朗尼的距離就沒有那麼遠 但是他的對抗就強了 應該這麼說 我覺得兩個是不同的球員 好嗎 不要這樣比較 對 比較不了 例如你麥巴比軟射 跟朗尼軟射 我覺得朗尼軟射是比較厲害的 力量很多 很多 就是Bang的腳 但是麥巴比的入攝 又好像 拖盤樓 對 盤樓又好一點 所以不要這樣比較 對 我覺得兩個不能比 就是這樣 好嗎 今天來到這裡 多謝聽眾支持 記得課金 OK 拜拜 拜拜